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家里的定制柜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所有柜子的生产都需要经过五个流程 首先都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好的CAD图纸 进行板材的切割 俗称开料 就是通过这部开料机 把一块1米22乘以2米44的板材 一块一块的开出来 开出来的板材就要进行第二步了 封边 这一步非常重要 俗话说的好 封边封的好 甲船释放少 封边封的量装出来的衣柜 就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看一下这台封边机 这台机器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这台封边机器设备加工出来的封边 细节也是可圈可点的 封出来的边也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看一下 摸起来的话也是非常光滑 非常漂亮 那么封好的板子就要进行第三步了 打孔 我们的打孔和开槽用的是六面转打孔机 美女面前的这一部机器就是六面转打孔机了 这台六面转打孔机 它可以高效完成六面转孔和双面开槽 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工作 而且打出来的孔和开出来的槽也是非常精准和漂亮的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一些小厂家都是手动打孔的 第四步就到了板材的检查清理流程 师傅会清理板材表面的粉尘 也会检查有没有缺板 或是有一些问题的板材 有问题的板材的话会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 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 就是板材的包装 师傅会把清理好的板材叠放在一起 然后用纸皮把它包装好 打包好的板材就按套间顺序堆放在一起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工厂商场柜子的一个流程 喜欢就点个关注呗